這個現在在韓國非常有名的 下面有粉末的話呢 比如說你每天騎摸摸車 張物都卡在毛細孔裡面 或者是你本身就很容易出油 而造成會長漏洞的 就很適合用這種有粉末的 因為這個粉末可以幫你把所有的油脂調節得比較好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是這一個 這個就很特別 這可能大家比較不懂的這個東西 這個叫做潔淨調理膏 它其實它整瓶都是用花泥木的精油去做的一個膏狀 它小小一瓶喔 其實它針對你可能痘痘長出來 或者是你不小心擠破了 造成傷口 以後可能會有黑色素沉澱 你就直接抹上來 對 其實沒有痘痘你皮膚更好保養 對 對不對 是 來 接下來我們看看第二個 蘋果型的身材沒有腰身好困擾 亞洲人比較流行蘋果型身材 對 水梨啦 水梨蘋果 蘋果還好耶 蘋果水梨是更慘啦 從肚子大到屁股的去 水梨 對啊 蘋果是中廣的吧 它有一種 三太子型 有 我看過 它就上半身很寬 整個穿衣服像三太子一樣 從那邊上到那 可是腳是細的啊 因為為什麼會變三太子 因為它選衣服它就不會選人腰身 它就整個用套的 它就直的 所以套起來 我以為它就很像三太子 所以我就叫三太子 你弄得很好 你製造型三太子 來 宋明話你 對 其實有這樣子的問題 你可能要小心內臟脂肪可能會過高 其實我們的體脂肪有分為 皮下脂肪跟內臟脂肪 其實像剛剛瓜哥講的 女生比較偏所謂的水梨型 所以水梨型它只要是強調 它的脂肪是囤積在屁股 臀部跟大腿 其實這兩個部分的脂肪 是屬於比較頑固的脂肪 所以你會發現 你要減下來比較難減 但是這兩塊的脂肪 其實對於身體心血管負擔是比較小的 但是如果是蘋果型的 在中廣型的這邊 比如說在我們的腰圍 或腹部這邊 對 其實這邊其實跟我們的心血管 相關性就很高 所以如果你本身腰圍 比如說男生 國健局是建議男生 不要超過90公分 大概是35吋左右 女生是80公分 大概是31吋左右 所以自己在家裡可以 我也可以到35 我只是瘀血而已啊 雷的太緊了 雷的 這個有點自己騙自己 然後穿褲子穿35吋 兩個扣子不扣 所以其實如果你超過這樣子的標準 會發現其實跟所謂的 代謝症候群很有關係 代謝症候群其實就會大幅度的提升 包括血糖 血壓 血脂肪的一個 就是濃度 所以如果你已經是代謝症候群的候選人的話 你未來罹患包括糖尿病 高血壓 高血脂 甚至心臟病 腦中風的比率 會比一般人多出2到6倍 那除了我剛剛講的蘋果 其實反而我們在臨床上常常看到 蘋果型肥胖的 反而比較不擔心 因為她知道她自己胖 她比較會注意 但是我們反而在臨床上常常看到 是看起來瘦瘦的 然後可是她內部全部都壞光光的 那種常常有反覆使用一些 錯誤減重的一些女性 對 你會發現說她一來 她可能想要有減重 或者是她曾經跟你講過說 她可能斷食法 或者是單一食物減重法 集體熱量 反覆的在使用 可是她又一次減重失敗的人 你請她站上體脂肌 她體脂率通常都超標 那種就是她每一次錯誤的減重 她都把她的水分跟肌肉給減掉了 可是體脂肪解節攀升 那種反而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像女生會建議體脂率最好是維持在 男生大概24%左右 女生體脂 體脂 你每天量不知道什麼時候壞都不知道 我每天都很氣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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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 手上抓了那個 然後 啪 然後就走了這樣 對啊 沒有 如果你體脂肪真的超標 你當然要做一些調整 像我之前遇到一個伯伯 他就是三酸甘油脂 一致大概都是1000多左右 他就是標準的蘋果型 他四隻都瘦瘦 可是他的中廣就是很大 他平常就是要吃一些什麼 甜食啊 炒飯啊 炒麵啊 你就發現說這些油脂跟糖分的東西多了 真的對他的一個內在影響很大 之後開始做一些調整的時候 其實他的三酸甘油脂慢慢下來了 所以其實不論是你是蘋果型 或者是你外表看起來瘦瘦的 泡芙型的人 你都還是要注意自己內在的健康 就我有個例子 我爸前一陣子就這樣 他也是瘦瘦的啊 也不會胖啊 然後突然間他打電話 他看到他在高雄 我整個嚇死了 打電話我講 我看不到了 蛤 我就是 你看不到了 你是怎麼看不到 我不懂你的看不到 你不要嚇我 他就說我現在右眼 基本上完全看不到 然後馬上就是把他調上來台北 因為他一個人住高雄 調上來台北去檢查 後來才發現 因為他的 三酸甘油脂太高 隱私不正常 後來造成他的眼球的血管爆掉 後來一上來的時候 醫生就說哇塞你的血糖標這麼高 你三酸甘油脂這麼高 一問之下 我爸就說好好好 因為我早餐都吃五肉飯啊 嗯 然後就說 男部的行 對 習慣 然後說要吃五肉飯啊 好好好 我剛才還喝了一個魚丸湯 呵呵 就類似這一種的 然後他就把整個飲食 當然我爸不胖喔 我爸是瘦的 然後後來就整個內障 就全部大條 就真的要形成代謝科 然後這種眼科 所以其實就像小柔講的反而是外表看起來瘦瘦的 對 更會忽略自己內在的健康 而且他用外食 就降下了眼睛就好了 降下 喔 那個真的很折磨 他要打直血的打雷射 雷射就光打就打七八次了 哇 因為他要把那個血管全部堵住 而且呢 他爆完又泡左眼 還好是一顆一顆爆 小柔講的應該是 屍網膜玻璃吧 差一點點玻璃 他只要一玻璃 那就真的要開刀了 因為的確是我們玻璃的人 有些人是這個糖尿病長期控制不好的患者 所以他的這個血管啊 已經相對比較脆弱 他就會在眼球裡頭 這個發生病變 所以比如說像糖尿病控制很差的人 我們都會建議說 六個月的時間要去做一個眼底鏡的檢查 他是有原因的 不然會怕說沒有提早發現 你還是有可能失明的風險 對 那很恐怖 他就說 他就跟我講 我說你是怎麼失明的 怎麼看不到 他說沒有啊 我就睡覺起來就看不到了 現在好了嗎 好了好了 好險 其實當我們有所謂的那個 就是中床型的那種 就是中廣型的那種身材的時候 其實連腎臟都會有影響 大家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會結實嗎 不見得一定結實 如果你要酸膏 就是幫你結合關二萬人 你怎麼會有 沒有 這個是國外有那個 我們講大數據 其實在2006年 美國的內科醫學會 他們有一個官方雜誌 他們有發表 他追蹤32萬人 這夠大的一個數據 他發現 如果說 有肥胖的跟沒有肥胖來做比較 他可能獲得腎臟病的機會 墨疾腎臟病的機會是他的兩倍 那如果你的BMI 非常非常高的時候 BMI如果超過40以上的話 他可能得到那個 墨疾腎臟病的機會是人家的七倍 哇 因為大家都會忽略這件事情 事實上肥胖是因為我們體內的那個脂肪組織 那個脂肪細胞 脂肪細胞其實是一個那個 有點像是內分泌的細胞 它分泌一些所謂粗發炎的一些 一些一些 一些激素等等 那些東西對身體其實是不好的 那我再做一個很通俗的比喻 事實上說你 背了這麼多的東西在身體 像這麼多的肥油在裡面的話 其實不是心臟的那個功能增加 腎臟的本身其實也會 複合量很大 對 複合量 我一個病人他是一個早期腎臟病 他沒有到很差 可是他就有一個三高的問題 他是一個中年的一個女性的老師 我印象很深刻 而且又合併所謂睡眠呼吸中的症候群 哇 那我就覺得說 你都這樣晚上睡覺一半 突然間就不呼吸了 我覺得好可怕 那我說我就下一個指令給他 我說除了三高的藥 尿酸的藥 膽固醇的藥 我就叫他一定要規則吃 我請他設法檢重 就他做一件事 他跑去外科 去做那個所謂的那個所謂的 說謂的手指 我看他是開得非常成功 第一個 人瘦下來了 他之後三個月追蹤他的一些 身體的一個狀況 他的一些代謝的指標 包括三酸 肝酸 肝酸等等 都改善 肾功能指數既然也改善了 他到現在還在我的門診 他用藥非常少 好像只有吃尿酸的藥 而且隔天吃醫科 這個病人讓我印象好深刻 只要你身體的脂肪比例 你的新陳代謝以及體重 往正常方向走的時候 其實你整個人都會好非常多 肥胖也是一樣 肥胖現在最終就是 只要你體重變瘦了 你的運動規律增加了 其實他的所有藥物 都可以大幅減少 對 這倒是真的 其實我覺得運動還是有差 你看喔 從生完小朋友之後 我整個腰圍 屁股 大腿 整個都胖起來 我後來發現我的體脂肪有31 31非常的高 就是內臟脂肪那些都不對 可是我沒有三酸 肝酸 脂肪 也沒有什麼膽固醇 什麼通通都在標準之內 後來醫生就說 還是要建議我稍微要運動 因為我是那種 我有氣喘病死 所以我本來就不是很會運動的人 然後後來就發現 我如果稍微乖乖的運動一下 我的體脂就可以降到大概28 可是如果我幾天偷懶 然後又稍微不忌口 我的可能兩公斤就標1公斤 然後我的體脂馬上就又跳回30 31這樣 一直來來回回這樣跑 所以我覺得運動還是有很大的關係 那剛才大家講 其實肥胖對心臟血管 還有內臟系統的一些 都是有很多不好的影響 那事實上其實很多肥胖的人 他也很容易忽略皮膚的問題 那就像我舉個例子來講 其實我們身上的這些脂肪量增加 我們內生性的雄性素的濃度 也會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像容易掉頭髮 出油 長痘痘 毛囊炎這些 都比一般人發生率要來得高很多 那另外我今天想要提供一個案例 就是我印象蠻深刻的 他其實大概是一個 大概50幾歲的婦女 然後他來的時候大概 體重大概有90幾公斤 他肚子都已經有好幾個折痕了 所以他的肚子 他衣服一掀開來 就像雪花般的脫屑就開始掉下來了 他肚子到整個大腿鼠吸部 幾乎全部都發霉 都是霉菌的感染